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白粉病是很难治的一种病害 白粉病属于寄生菌的一种 白粉病能渗透到月季的嫩汁里面 让整株的月季都感染上白粉病 如果出现病症不及时的治疗几周的时间 整株的月季都变成白色了 变成了僵尸苗了 春天气温渐渐的回升 将雨量增加 在自然条件聚变的环境下 月季花又是最容易得这个病的植物 提前做好预防是很有必要的 千万不要忽视了 导致白粉病发生的根本是 室内环境不通风是最主要的 空气闷热 光照不强 月季长期接受不到光照 土壤积水多 频繁湿水 频繁浇水 施肥过多 白粉病出现的几率就很高 其实预防白粉病的三个措施 一 增强紫外线照射 自然条件下的光照 是预防白粉病最有效的手段 在月季新亚生长过程中 搬到阳光下 最好不要隔着玻璃 大太阳照射 紫外线越强 月季也就越安全 二 控水 控肥和着氧 不要给它过量的湿肥 春天的空气是和 非常大 而且通风不好 就很容易让环境又门又湿 这种环境是白粉病爆发的前期条件 所以有条件的就多通通风吧 三 最后一点 使用化学方式解决喷洒药剂 比如多菌磷对水的比例 扩大到原来的两倍 加倍稀释在预防期间 减少对月季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预防白粉病的药剂 种类有很多 大家可以自行选择 最主要的是上面的两点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想要了解更多氧化资讯 可以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